为了以茶为媒介推广埔里花卉旨意以及茶文化 县议员陈宇军媒介南投县五我茶会推广协会 广新治疗以及埔里的花卉 在花卉物流中心以花情旨意为主题 办理工艺茶会活动 会中除了茶道文化推广 也透过设计师的巧手 用花与纸来做结合 办理走秀活动 借此在多种埔里特色与茶道的结合之下 提升产业的能见度 那这个工艺茶会的原型 我是在游匙呢 我在地方上面提到 我们希望以茶为媒介 来办一场工艺的茶会 那我们都知道 普遍是花艺之都 所以白花非常的漂亮 那以花为主题 是我们这次的花旗旨意的主角旨意 那旨意是我们王新泽良所提供的旨意 由旨意跟花卉来做结合 所以呢在这次呈现在我们整个会场 不管是布置也好 或是我们的整个活动的 在生训也好 银花分子 花旗旨意和茶会 就这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这次的茶会结合花卉旨意 以及普里的奇迹文化 一起来推广 所呈现出来的成品非常具有特色 对于这样的活动是具有教育意义 不仅让大家认识普里特色产业 也能够借持培养美干 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广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呼吁我 来担任县政府的文化局 那针对呢这些产业的一个推广 希望不要用一个很适世的方式 可以用它更生活化 更艺术 更有文化特殊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动 让大家呢从生活当中 就可以体会到其实七一还有职业 它其实是跟生活就可以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对于整个学校的教育来说呢 美感教育是非常重要 它像这样的活动 也是美感教育体现最好的一个方式 部委长排一圈肯定活动主办方 结合茶道与普里产业 以新的样貌呈现给民众来欣赏 也期许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推广 让产业有新的推广方式 可以提升产业的能见度 帮助地方产业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